24周万能金钥系统第16周 宇宙的律动是有周期性规律的 但凡有生命的物质 都有诞生、成长、结果和衰亡的周期 这些周期由七律所统治 七律管理着每周的七日 管理着月相以及声音、光、热、磁场、原子结构等的和谐 它管理着个体生命和国家的兴亡 也统治着商业世界的种种活动 生命在于成长 成长在于改变 每一个七年的循环 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一个新的阶段 人生的第一个七年是幼年期 接下来的第二个七年是青春期 第四个七年中将达到生命完全的成熟 第五个七年是建设期 在这个阶段中 人们开始获取财富、成就、住宅和家庭 从35到42岁的一个七年 是反应和行动的阶段 这个阶段后是一个重组、调整和恢复的阶段 然后从50岁起 就开始了人生下一个七七循环 有很多人认为整个世界即将迈出第六个周期 进入第七个阶段 一个调整、重构与和谐的阶段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千禧年 凡是熟悉这个循环圈的人 不会因为预示不顺而沮丧 而是学会应用课程中阐述的原理 充分认知在一切法则之上 有一个最高的法则 并通过对于精神法则的理解和自觉的应用 把每一个表面上的困难转化为祝福 第十六章 对于财富 最普遍的定义是这样的 财富包括一切具有交换价值 对人有用 令人愉悦的物品 财富的支配属性 正在于它的交换价值 财富给它的拥有者带来的 不过是小小的快乐 它的真正价值体现在它的交换价值中 而不是在它的实用性上 财富的交换价值 在于它是一种媒介 它是我们能够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 获得有真正价值的东西 永远不要把财富看作一个终点 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一条达到终点的途径 决定一个人真正成功的 是要有比积聚财富更为高远的理想 凡是渴望成功的人 都应该树立一个让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 当心中有了这样一个理想 你就能找到实现理想的途径和方法 但一定不能错把方法当成目的 错把途径当作终点 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固定的目标 也就是理想 普仁提斯·马福尔德曾说 成功的人也是那些 有着最高的精神领悟的人 一切巨大的财富 都来源于这种超然而又真实的精神能量 但很不幸 有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能量 他们可能不记得了 安德鲁卡内基全家刚刚来到美国时 他的母亲不得不去帮人做事来养活一家人 哈里曼的父亲是一个穷职员 年薪只有200美元 托马斯·利普顿勋爵从25美分起家 这些人没有什么财富权势可以指望 但这并没有成为阻挡他们成功的障碍 创造力完全来自于心灵的能量 它有三个步骤 理想化 视觉化 具体化 每个大企业的首脑全都是依靠这种能量 在《人人杂志》的一篇文章中 石油大亨 亿万富翁亨利·弗莱格勒 道出了他自己成功的秘诀 那就是全面地看问题 以下这段与记者的对话表明了 他是如何运用精神能量的 理想化 视觉化 集中意念 你有没有像自己描述过事物整体的图景 我是说你是否做到了 或者能否做到闭上眼睛就看见轨道 看到火车在轨道上飞驰 听到气笛呜呜的轰鸣声 你是否做到这些了呢 是的 有多么清晰 非常清晰 这里我们看到了法则 我们看到了循环因果之理 我们知道 思想必须领先于行动 并且决定着行动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智慧 我们就能认识到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 任何境遇自有其成因 任何经历都不过是一种结果 因果循环和谐有序 成功的商人常常也是理想主义者 他们不断地朝着越来越高的标准迈进 生活正是一点一滴的思想 在我们每日的心境中不断地结晶 思想是一种可塑的原材料 我们可以用它构筑生命成长概念的图景 使用决定着它的存在 不管你想要做成什么事 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和恰当运用 都是必要条件 来得太早的财富 不过是灾难和羞辱的开始 因为如果我们不配得到 或者这些财富不是我们努力所得 那我们也无法永久占有这些财富 我们在外在世界中的种种际遇 都可以在我们的内在世界 找到对应的形状 这一点是由引力法则决定的 那么我们该怎样决定 应该让哪些事物进入我们的内在世界呢 无论是通过感官还是通过客观意识 进入我们心灵的一切 都会在我们的心灵中打下印记 形成精神途径 而精神途径正是创造性能量的生产模式 这些经历 大部分是外在环境 际遇 过往的思虑 甚至是其他负面思想的结果 因此在进入我们的心灵之前 必须经过仔细地分析验证 另外 我们也可以自主地创造精神途径 通过我们内在的思维过程 而无需顾虑其他 诸如外部环境 种种际遇等等 通过运用这种力量 我们必将掌握自己的命运 身体 精神 和心灵 通过运用这种力量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命运 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并且有意识地为自己创造出 我们渴望得到的阅历 因为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实现某种境遇 这种境遇最终会在我们生活中发生 因此很显然 归根到底 思想是生命的原动力 所以把握思想就是把握环境 际遇 就是创造条件 掌握命运 我们如何能够控制思想呢 过程是什么呢 思维就是创造思想 但是思想的结果取决于它的形态 性质和生命力 思想的形态 取决于产生这种思想的精神途径 精神途径取决于心灵印记的深度 观念的决定性优势 视觉化的清晰度 以及这幅途径的胆识与魄力 思想的性质取决于它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心灵的成分 如果心灵的成分是勇气 胆识 力量 意志 那么它所仿制的思想也是如此 最后 思想的生命力取决于思想孕育时刻的感受 如果思想是建设性的 就必将充满活力 充满生命 它能够生长 发展 壮大 它具有创造性 它会为自己的全部成长 汲取所需的一切 如果思想是破坏性 那么它自身之内就含有使自己 分化瓦解的毒君 这个思想将会消亡 但在这消亡的过程中 它会给我们带来疾病 患难 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和谐 这就是我们所称之为恶的东西 当我们自己招致这种恶的时候 有些人倾向于把这一切的困恶都归因于超自然的神灵 但这所谓的超自然的神灵 不过是处于平衡状态的心智而已 它既不好也不坏 它只是存在而已 我们把它分化为形态的能力 就是我们彰显善和恶的能力 因此 善和恶都不是实体 它们不过是用来描述我们行动结果的词语而已 而我们的行动又受到我们思想性质的决定 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建设性的 和谐的 我们就彰显善 反之 如果我们的思想是破坏性的 不和谐的 我们就彰显恶 如果我们想要显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这个过程只不过就是 在心中保持一个理想 直到你心中的幻影变得清晰起来 不要去想人 地 事 这些东西都不是绝对的 你渴望的境遇本身 蕴含着一切所需 合适的人 和合适的事 自会在合适的时间 和合适的地点出现 有时候 我们可能说不清 视觉化的力量 是如何控制我们的环境 命运 性格 能力 和成就的 但这绝对是科学的事实 你很快就能看到 我们的思想 决定着我们的心灵状态 而反过来 我们的心灵状态 又决定着我们的能力 和心智能量 接下来 你会懂得 随着我们能力的提高 自然会带给我们各种成就和收获 也是我们能更好的控制我们的环境 因此可以看出 自然法则的运行是完美和谐的 一切看起来不过是发生了而已 如果你需要证据 那么就回想一下你自己生命中的种种奋斗努力吧 当你的行为朝着一个高尚的方向努力的时候是怎样 当你怀着自私自利的动机之时又如何 你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吗 如果你希望实现你的梦想 那么在你的心灵中绘制一幅成功的画面吧 有意识的视觉化你的愿望 这样你将推动着成功的步伐 你将通过科学的手段实现它 我们只能看到客观世界中的存在 却不能看到精神世界中 已然存在的视觉化的图景 而这图景却正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预示着将要在我们的客观世界中出现的事物 如果我们忠实于我们的理想图景的话 原因非常简单 视觉化的图景是一种想象的形式 这种思维的过程形成了心灵中的印记 这些印记又形成了观念和理想 这些观念和理想形成了计划 伟大的建筑师正是通过这些计划 铸造我们的未来 心理学家已经得出结论 只有一种观能 就是感受的观能 其他观能都是感受的变体 确定了这一点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感受是一切能量的源泉 为什么情感可以轻易战胜理智 为什么我们的思想中不能没有感受的存在 如果我们希望得到什么结果的话 思想和感受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当然 视觉化必须受到意愿的引导 我们所能够在心灵中视觉化的 也正是我们想要得到的 我们绝对不能任由想象力毫无节制地放纵 想象力是一个好的仆人 但却是一个糟糕的主人 除非受到很好的控制 否则它就会使我们陷入五花八门的空想 和各种不切实际的结论中 如果不加以分析检验 我们的心灵就很容易接受各种似是而非的注意 结果就是导致精神的混乱 因此 我们必须构筑 并且只能构筑一种科学性的正确的精神途径 任何的理念都要经过透彻的分析 把一切并非科学准确的东西一概加以摒弃 如果你这样去做 你就不会浪费精力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 而是非常有把握的做每一件事 成功将为你的奋斗加冕 这就是商人所说的远见着实 这与洞察力基本相似 是一切事业获取成功的奥秘之一 你这周的作业是 让自己认识到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 和谐和幸福是一种精神状态 并不取决于物质的占有 一切只有用心去营造 收获的结果取决于良好的心态 因此 如果我们想要获得物质上的所有 我们首先应该关注如何保持 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想结果的良好心态 要想拥有这种心态 需要我们认知精神本质 并领悟到我们与宇宙精神的合一 这种领悟能够为我们带来 可以使我们获得满足的一切 这是一种科学的正确的思维方式 当我们成功地达到了这种精神状态 那么一切愿望的实现 就如已经发生的事实一般 相对容易得多了 当我们做到这些 就会发现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 使我们免于一切匮乏和局限的缠累 一个人可以构想一颗星 放飞它 让它在轨道上运行 然而在上帝面前 它远远不如那个放飞一个金色的思想之星 并让它在历史轨道中运行的人更伟大 H.W.B.Ther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